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导演张大蕾,嫁王一博,没有专业的毛病,喜欢他的做事态度。 青年导演的张大蕾的作品,《我的朋友》用了不到25分钟的短片,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很有年代感的故事。 写手王一博跟周迅,演绎了一段知青有情怀的年轻人,故事人物背景设定在80年代,很有年代氛围感。 这也是我们首次看到王一博,超越年龄束缚,饰演有些情怀的诗人。 这部短片中,王一博的镜头并不多,甚至眼神中有点空洞,但是却写满了故事感,整个装扮,让人看后瞬间被带入了曾经的那个时代。 这次是王一博跟导演的首次合作,导演对于王一博的评价,很有自己的想法。 导演说,这是第一次跟王一博合作,感觉王一博本人很专业,但是身上却没有专业的毛病。 这句话真的很有内涵,这是一个演员具备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切拍戏工作流程都很清晰,但是在塑造角色的时候,能够做到不局限于自我风格,更多的是放空的状态。 说话的确是需要艺术性的表达,导演说特别喜欢这种状态的演员,就是有经验,很专业,但同时又永远想第一次再做这件事的态度,是一次很舒服的合作。 导演采访中提及,之前知道王一博这个名字,不了解他有多大的能量,知道要跟他合作,才会去看一些视频,感觉他整个人很酷,担心的是他跟这个人物不太一样。 可是真正见面之后,瞬间就踏实了,王一博本人很有礼貌,人也是谦虚的,很稳,同时呢,他给了导演张大蕾很大的发挥空间跟信心,让他对这个人物的理想跟想象都放在了他这个角色身上。 是的,吻这个词,在王一博身上很容易感受到,这已经不是一位导演对他这么评价了,别看王一博舞台上魅力四射,跳舞很疯狂,感染力十足,感觉他是一个火热的人。 可是实际相处中,又会发现其实他是一个稳重且安静的人,人很谦卑,不骄不躁。 吴明导演成尔对王一博的评价也是一个字,稳,张大蕾的评价也是这个稳字,傅东玉在合作完《冰与火》后,给出的评价中,也提及到了稳。 稳,这个词很多人感觉跟王一博不搭配,但实实在在的存在,不过是因为王一博在不同状态下的样子而已。 街舞中,他的点评跟做事的态度,总是踏实可靠,处处点评精准到位,人也很真诚给出自己的看法,从不藏着掖着。 说到王一博转型做演员后,并非他在街舞中那么的实力辈出,毕竟街舞是他长期积累的,从小练舞到如今也有十几年的武龄了。 但是作为演员,王一博依旧是个新手,演技在拍戏中不断提升,肉眼可见的进步,可圈可点的地方不少,论出彩的话,不能恭维太多,毕竟他需要的是不断打磨,鞭策,更需要一个时间的成长。 从这部短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王一博,这个角色让我们看到了年代感跟无限想象力。 步步大赞王一博,称其伟大的艺术家,果然优秀的人都相互吸引。 世界HIP,HOP冠军步步在接受采访时,直接对王一博展开了夸夸模式。 我觉得王一博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个了不起的舞者,我很喜欢和他跳舞,我觉得舞蹈是中国年轻人的一部分,并且他可以激励更多中国的青少年跳舞,这是件很伟大的事情。 短短的一次采访,步步直接用伟大的艺术家来形容王一博,可见王一博在他心中的分量有多高,作为一个在海外拿遍世界冠军的舞者,步步对于舞者王一博的实力也是相当认可,但同时他也认可王一博的街舞传播能力。 众所周知,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第三季海选时看到步步就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冠军的喜爱,直接将步步拉入自己的阵营中,而步步同样没有辜负王一博队长的喜爱。 从第三季到第五季,步步一直都是一波王乍步战队的一员,从未改变。 能够让一位世界冠军如此另眼相呆,坚定不移地在三季十来位队长中未曾改过战队,步步对于王一博的认可度是可以详见的。 而这一次步步的采访我们也能够看出端倪。 王一博对于街舞的传播贡献的确很大,有了王一博的存在,这就是街舞节目才能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大众视野中。 譬如这第六季节目已经开始录制了,但因为没有王一博参加,又有几个人知晓。 参加街舞综艺,这就是街舞让街舞以娱乐节目的形式走到过去不曾了解街舞项目的网友面前。 参演亚运会献礼篇街舞题材电影热烈,以电影的形式去到电影院,走到不常上网的观众眼前。 亚运会上霹雳舞夺冠,播放了王一博热烈的主题曲。 他在2022年接下的这部小人物成长电影才最终完成了本该属于他的使命。 不可否认,街舞的确是因为王一博的存在,才让众多网友接受,让这部本来是冷门的运动变成热门运动。 不论是王一博自身带的流量为这就是街舞节目组带去的关注度,还是第五季决赛随着王一博一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跳舞都没差而火遍全网,吸引诸多网友路人在任何地点舞蹈。 街舞早就不是家长们心中谈之色变得不入流活动,那群真正学习街舞,必须要靠得到冠军才能证明自己的舞者,也不再需要靠拿到冠军才能得到家中谅解。 从摩托车到滑板再到街舞,王一博的确是很好的做到了推广。 优秀的人总是惺惺相惜,而互相欣赏,王一博能够在第三季的街舞海选现场一眼看到步步,并且毫不保留地表达自己对步步的喜欢,最终与他合作三季。 而今,步步也给到了王一博同样的赞赏,他肯定王一博的身份,认可王一博的价值,称赞王一博给街舞运动带来的贡献, 夸耀王一博对街舞的推广。 这种来自世界冠军的肯定,想必王一博也会更加感动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